中共建國七十年總共 毛 鄧 江 胡 習五任的領導人 你猜哪兩個 是完全不按照任期的 哪兩個 第一個毛澤東跟現在的習近平 所以中間全跳過了 但毛澤東呢 如果習近平的偶像是毛澤東的話 這個可會讓人家不寒而栗 為什麼呢 原來毛澤東在現在 現代的政治史當中 他是現代殺人魔之手 發生什麼事呢 他在位的期間 中國總共因為 各位這個是非自然喔 非自然而死亡的人數是八千萬人 餓死的人數是三千八百萬人 在整個文化大革命的期間 好多人是活活餓死的 那我為什麼要想這個呢 如果習近平的偶像是毛澤東的話 這叫四個字 不管死活啊 真的不管死活 所以為什麼習近平 他在整個二十大一中權位當中 他就說了 不要去算資本帳 不要去算經濟帳 但是要算一個政治帳 那現在呢 為什麼全世界看台灣越來越危險呢 過去所有中國的領導人 對台灣都是要怎麼樣知道嗎 和台跟台灣是保持和諧的關係 那現在呢 習近平王滬寧加王毅很簡單 這三個都是鷹派嘛 那鷹派抬頭之後呢 親台派就要退場 所以對台他會非常的強硬 但這個時候呢 習近平未來他可是一步一江湖 為什麼呢 先來跟各位說齁 以習近平現在的一個資歷跟人生的一個歷程 他差鄧小平很遠 那鄧小平各位還記得嗎 1978年鄧小平他整個桌子一拍 對內改革對外開放悶聲發大財 中國要跟全世界走在一起 中國要開放經濟 中國有沒有錢 各位有錢起來啊 所以呢從鄧小平江澤民到胡錦濤 總共花了四十四年 建立了所謂的強大中國 那個時候中國最強大的時候 美國出過一本書 如何一年生活不靠中國產品 答案是辦不到 辦不到 答案是真的辦不到 但想不到呢 習近平現在要辦到了 為什麼呢 最近美國紐約時報 出了一個新的一個口號 現在不是所有的企業都在逃嗎 是啊 所以所有的企業都在逃呢 出現了一個新的ABC 什麼叫ABC呢 就是Anywhere but China 你去哪都好啦 就不要去中國就好啦 各位這個可是非常諷刺耶 為什麼呢 外資現在在狂逃 要逃去哪呢 沒關係 Anywhere but China 去哪都好 就不要中國就好啦 但呢 大家突然間發現一件事情啊 什麼事 最近 整個普丁去打烏克蘭 從二月打到現在 還打不出個所以然來嘛 雙方的受損都非常非常重 對不對 全世界大家都愛罵 四個國家 三個國家沒罵 你知道哪三國嗎 中國 伊朗 北韓 所以目前來看的話 北韓還給炮彈 伊朗還給無人機 現在呢習近平還拒絕譴責 俄羅斯去侵入烏克蘭 所以呢 就現在來說很簡單 中國俄羅斯跟整個北韓 伊朗成了邪惡軸心了 但就在這個當下 過去四十四年來 所累積出來的 包括了政治上的一個資本 全世界的一個信賴 垮台了 垮了 為什麼垮台了呢 我們來看哦 中國的經濟這兩年呢 我們不得不說 這個是世界經濟史上的奇蹟 為什麼呢 他的經濟是怎麼倒的呢 自己打死的嘛 對 從去年開始 沿路從共同富裕過來 一直到計劃經濟過來 一直到現在 為什麼年輕人的整個失業率 大家一直盤旋在18%左右 都找不到工作呢 其實我們看哦 很多數字真的會說話 中國採購經理人指數呢 現在已經到了十月份了 數字都在開對不對 發生了一件非常糗的事 什麼事 中國過去在經濟好的時候 他的經濟融庫值哦 55都算差 動輒有時候跑到七八十 為什麼呢 那個時候的經濟成長率是18% 是16% 是14% 是10% 是9% 那今年的經濟成長率呢 不知道 他們很多的數字 現在含有水分 但採購經理人指數告訴我們 今年只有2月 6月 7月 是在及格限50以上 然後呢 最近呢 更慘的一個狀況是 連續5個月 我們仔細來看哦 目前連續5個月 都是供需的一個下降 景氣 目前這個是非常保守的 那現在呢 又去打富士康 富士康 先來跟各位說 富士康是中國的重中之重 對 為何是中國的重中之重呢 我們要跟各位談哦 一個14億的國家 人口14億哦 富士康的出口值 你知道佔中國多少嗎 多少 4% 他富士康佔4% 一個公司佔4% 重點是富士康這家公司 上上下下養超過100萬人 養超過100萬 過去員工最多的時候就100萬 現在的員工呢 大概三四十萬人 那各位你去想家裡面 爸爸媽媽 兄弟 有時候向下可能有小孩 有夫妻有家庭 一來一回 100萬人 但最近呢 中國又有一件事情 讓全世界炸鍋了 又有什麼事了 你知道又有什麼事嗎 又來了 大家最擔心的事情又來了 中國的火箭又升空了 火箭又升空了 火箭又升空了 而且呢 兩年來已經四次翻車了 對不對 各位還記得嗎 2020年 每次中國發射火箭 全世界都害怕急了 為什麼呢 現在全世界有個公約 什麼公約呢 不管你哪一國的火箭 你只要升空之後 你要負責讓它 掉在太平洋的中央 你知道為什麼嗎 沒人啊 對啊 全是海啊 才不會砸到人啊 但重點是 中國的火箭 有一個非常神奇的傳統 它早一射出去之後 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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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談到 這個是2020 2020年呢 居然就在整個非洲 撿到這一根 這一根 為什麼知道這個是中國的 你知道嗎 旁邊有寫字 旁邊寫China 然後寫中國航天局 各位你賴得掉嗎 甩鍋 你賴不掉嘛 所以呢 第一個 2020年 這根掉下來 那根掉下來 後面賠錢 我先說各位賠錢 然後呢 各位還記得去年 四月二十九號 去年四月二十九號 中國跟大家 拜託拜託 請幫我們找一下 我們的火箭 然後美國跟整個歐洲 你知道嗎 B-6系統的飛彈 都揚起來了 萬一掉下來 掉在整個人口密集區 怎麼辦 所以飛彈都揚起來 真的掉在人口密集區 要把它打掉 好在後面掉在整個 所謂的南美洲的旁邊 但這次呢 先跟各位說 又來了 又來了 長征五號發射了 任務完成了 火箭又不見了 火箭又不見了 又來了 而且這次呢 是十層樓大的一個殘骸 大家都說 怎麼會呢 先跟各位談 就這一根 十層樓大的殘骸 就這一根 整個出去之後 現在要掉下來 掉下來得了 掉下來之後呢 我們就說 中國也太神奇了嘛 兩年四次對不對 往前抓太多了 二十年來亂飛的飛彈 亂飛的火箭 掉在海上 掉在非洲 掉在江西 掉在廣西 我們再看另外一個袋子 那個農民 已經種田種好了 這中國的袋子 掉下來 砸在田裡面 你知道砸在田裡面 第一件事情 大家幹嘛你知道嗎 農民把他圍起來 長官來嘛 你把我田打壞了 要賠 要賠 所以在中國好處理 就直接賠 但是呢 掉在國外 還有時候還掉在新幾內亞 所以之前非洲還發生過 火箭的殘骸掉下來 把房子全部壓扁 那壓扁之後 當地人氣 外交部的人跑跑跑 砸壞人家的房 砸壞人家的車 外交部跑去賠錢 跑去賠房 這種事情所在多有 但我們說 你有辦法把火箭射出去 你至少讓他回來的時候 你要知道他在哪 怎麼會每次都不見呢 現在長正五號又不見了 但這兩天 中國有個大戲 什麼大戲 蕭茲在那邊 蕭茲我們昨天有跟各位說嘛 蕭茲這次去是帶大禮的 十四個知名企業的大老闆 跟著一起去 然後漢堡港現在要銷售 百分之二十四點九的股份 管理權給他們 那現在呢 對蕭茲來說 蕭茲之間不演 他就說中國對我們來說太重要 重不重要呢 真的重要 先說二零二一年 德國從中國單單 所謂的雙方貿易額八兆台幣 賺了一兆兩千億的一個台幣 所以德國你說他想脫鉤嗎 他完全不想 但重點是中國 我們這樣沿路看下來 對於習近平來說 他說他不管死活 對於整個清零的一個政策 大家看不懂 然後火箭年年都在開 年年都不見 想不到今年這個十層樓高的 又不見了 中國成了大國之後 不守大國的一個義務 動不動拳頭就要來打臺灣 所以對於整個德國來說 他可能又愛又恨 但對我們多數的臺灣人來說 我們可是非常害怕 好好 嗯哼 嗯哼